各位參加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台北巨派格活動 我是台北巨派格的organizer 叫Satake 叫我Gasterly 今天我們很高興的請到 植物模仿器的開發者 叫Romulus 他是在台灣 應該說在全球 他其實是在Android播放器上面 非常著名的一個應用程式 我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請到開發者本人 來分享一下他在Android Market上的 一些商業相關的經驗 我們把接下來的時間交給Romulus 請大家鼓掌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那我今天要講的主要是 我就是從一開始寫到現在 有在收費的商業經驗這個樣子 那自我放器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請拿出你手上的手機或是平板 然後在Naki上面找自我放器 英文名字的話 如果你不是中文的話 如果你不是中文的話 你可以查我的英文名 那是我開發者名 對然後我現在是在資特會服務 所以前面這個Size Workshop 暫停工作室都是我寫鬆的而已這樣子 以後希望以後可以獨立這樣 那我一開始做這個其實是說 我當時在公司做完一個project之後 暫時沒有事做 然後那個做Android 1.0 2008年9月的事情 那就是1.0的SDK剛發行 對那 就說看這東西很有趣 那我去摸摸看這個樣子 然後當時只是研究性質而已 就是去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而已 可是 欸查了一些東西之後 後來 所以在這個在 G1是10月初發售的嘛 我記得 那時候G1出來它沒有videoplayer 它只有 就是說 它底部API有 可是它上層的 APP沒有寫出來 對這不是講說 一支智慧型手機不能播影片 真的是非常的 莫名其妙不合理 對所以我就想說趁這個機會 看你辦法 先卡位再說 進去 這樣子 所以就是大概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做API Study 和寫那個 Videoplayer程式 所以一開始 就是這個 Meridian 這英文名字 當時還叫 Videoplayer 在208年11月的時候 第一次 release出來 然後當時是免費的 然後 這三個訂購者 就是說當時其實 API很少 以現在的規模是完全沒有辦法想像的 就是 當時那個頁面APP的頁是捲得完的 那個多媒體分內可能就只有三四十個APP 你捲個三四頁就沒了這樣子 然後裡面有三個 包括我在內有三個 就是做Videoplayer的APP 其中一個算是半公式 就是半 semi-official的 Google放出來了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呃 因為當時其實功能都很簡陋嘛 而且我記得的時候 誰都還沒有G1 所以 就是用模擬器來做 那當然就是 操作界面很糟糕這樣子 所以當時都是在賺摸索題啦 到處亂摸 然後增加強化 強化功能 然後就先把名稱 先把名稱打出來再說 先建造那個 習慣性的使用者 然後再來是 到了隔年 Q1的時候 AndroidMarket 他提供了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 可以開放戶費 部分歐洲國家 我記得是 英國、法國、德國 他英國哪個忘記了 那台灣當然是沒有辦法 賣APP嘛 那不能賣APP要怎麼辦 要美國帳戶 那 後來查了很多 結論是 你要有美國住址 才能有美國銀行帳戶 然後有美國住址的話 就是所謂居留學嘛 那就是所謂居留學 所以 除非你在美國 你都認識美國的人 而且要是你能過 因為你錢是都給他的嘛 否則 就是在這個情況下 是沒有辦法 用這個機制來賣APP的 然後 當時 AdMap 我記得他好像在 Windows Mobile 是不是 這邊的廣告就有發展過來 還是什麼 我不太記得了 可是當時還沒有想到廣告這件事 因為 呃 其實廣告 在APP裡面放廣告 雖然看起來很像是Google style 很合理 可是其實他也不是說一開始都有的 即使是一開始沒有付費機制的時候也 因為AdMap的Android系統還沒有很成熟 然後也沒有其他的廣告商 廣告供應商 進來這一塊 進來這一塊 就不知道這回事 也很少看在Market上面看到 有帶廣告的APP 所以當時就是 真的就是純免費 做工具做活性這樣子 好 那 可是 呃 在 雖然說AdMap上不能賣 可是說 呃 我們賣APP不一定 一定要在AdMap上面 嘛 當時就是想了一個機制 呃 是所謂的ID key model 就是說 我們的手機上面 就是所謂的綁手機嘛 我記得現在中華電信是不是 Havi是不是也是 還是這個模式的樣子 我記得 他綁手機就是說 呃 我們 他用這支手機去註冊 去我的網站註冊 然後得到一個證證碼 好 然後我城市裡面就是說 呃 他去檢查 有沒有輸出證證碼 證證碼正確的話 就打開所謂的專業版機能 額外功能這樣子 那證證碼不正確的話 就是跟普通免費版一樣 所以當時是用限制功能的 呃 方法 來賣 所謂的專業版 然後 呃 當時這個ID key model的好處是說 他傳輸給用物的資料是最小量 就只有key而已 然後我們拿到的就只有 我們需要的資訊就是ID而已 所以 因為資料很小 所以有很多種方式可以來做 這個implement 然後他也沒有造反問題 因為 呃 key是綁著ID的 key是綁手機的 key是綁手機的 所以 就算是 呃 呃 所以就是說 欸 不要講那麼好 反正就沒有辦法綁手機嘛 那別的手機那個key就不能用了嘛 所以也無從到完起嘛 除非他直接去把我層次的那個 減搭乘機改掉嘛 然後另外他就是可以自動化 自動化的方式我下一張投影片講 除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就是當時沒有的問題 就是最近出現的 是 呃 因為ID我是用IMEI IMEI就是 國際 所謂行動電話辨識嘛 什麼之類的那種的 他是 就是 要有 通訊功能的手機才會有 所以 最近一些 三代DO 說三代DO 大陸製的 pad 大陸製的pad 他 沒有連線功能 沒有網路連線功能 但他就沒有IMEI 沒有IMEI 沒有IMEI的話 就是跟我機器一樣 我去 搞搞 我去拿IMEI的話 他就會 再 變成零 這樣就沒 好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不是怪不可以配的 這應該是這個程式 我用這個免費程式 他可能 有 什麼地方 沒有接好 所以一進sleep模式 再打開 他 幸好會送不出來 這樣 所以 應該買 Apple自己的 那個 簡報軟體比較好 出來出來 出來 這算不出來的話 可能就要 用幅度打開來報了 好 所以 最近 所謂DOA pad 就是 這個是 剛才Jobs講的吧 Steve Jobs講的 我記得 他評論 Android的pad 是 DOA 就是 Dex on Arrive 也就是 醫學用語就是說 在抵達 EU的同事 就已經死掉了 所以就是 那種毫無機會的意思 然後有一些 大陸自身在PAT 他沒有IMEI 所以 他跟某個體一樣 都是0 那我不可能說 0全部都同一個key 那這樣就等於 隨便他們用 所以要懂得 所以你有被抱怨這個情況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呃 因為我 我是 我是 那個 想說 他 庫克買了APP之後 他 換手機之後 就不能用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蠻 鳥的 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不應該說 換手機就是不能用 所以 我現在有就是說 他 換手機 他把他新的ID 還有舊的ID key 寄過來 那我就 給他 給他新key這樣子 可是因為這個 不能自動化 這個關係自動化的話 可能就是 一個 一個key 跟Windows 98之類一樣嗎 一個key 大家一起用 大家一起說 好 那我新ID新ID 就給我來 給我來這樣子 這叫手動 那結果就增加我維護的成本 這樣子 在賣最多的那段時間 我一天平均都要接六七封 換新key的email 現在有每天都要兩 大概有兩三封 其實蠻煩的 這樣子 所以那我做的方式是 PayPal加Google FB Engine PayPal 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用過 那 我是說以商人的立場 其實PayPal它真的是一個 做得很好的網站 它的功能很齊全 然後 安全性我是不知道 然後 支援的避跌 支援的那個避跌 還有它的界面都很完整 這個樣子 然後PayPal它可以建立 所謂的購物 購物車按鈕 想看是什麼樣子的人 可能就 下載一下是五號金免費版 然後免費版 然後Menu 有一個升級鈕按下去 就可以看到那個 網頁長什麼樣子 所以 我就是做一個網頁 做一個網頁 然後把PayPal的 購物版鈕放進去 然後它有一個服務叫 IPN Instant什麼東西的 就是它即時 它PayPal收到錢之後 它就會 它會 自動 對 你指定的伺服器 做出HTTP的Request 這樣子 所以 我用 App Engine 去架設 購買的網頁 首先購買的網頁嘛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發送認證碼的網站 這是兩個 放在同一個網站上面 兩個網頁這樣子 它的流程說 就是像箱顏這個樣子 使用者在程式裡面 按那個升級按鈕 那就會打開瀏覽器 到 購買的 在GAE上面的 購買網頁 然後上面會有一個 Buy Now的Button 現在立刻買 然後按下去之後 它那個是 由PayPal來負責收錢 所以 可以是PayPal帳戶 或者是信用卡這樣子 那邊我都不用管 PayPal會處理掉 然後 PayPal再收到錢之後 它就會送一個 IPN的Response 到我GAE的 那個認證伺服器過來 然後 那裡面 有User的 就是付款的時間 然後付款的額度 然後email address 名字 什麼全部都有 資料非常積極 然後還可以 重點是 它有一個自訂欄位 就是你想放什麼 就放什麼 所以我就可以在那個自訂欄位裡面 放 使用者的 MEI興趣 所以 我的 在GAE的認證伺服器這邊 就是有 使用者的email 然後有使用者的IBI 那我就在那邊做處理 就是一種 加密的演算法 然後得到認證 之後 寄到那個email 接到email過去 拿到認證 那這樣一個 購買的流程就完成了 然後 然後 用GoogleAPP Engine的原因是 呃 它很好學 我當初 在開寫要寫的時候 我不會Python 我只有聽過而已 然後我就 寫了一本書 那個是上官 上官禮捷達達 就是前鎮 前鎮 巨踏的召集人 站起來 他寫的書 對 我就靠那本 我就靠那本書 然後 看網路上的資源 到 寫好我現在正在跑 的網站 只花一個月 而且不是連續的一個月 真的 真的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所以然後 給大家知道 Android Market的 拆帳是70% 30%嘛 那PayPal 因為它是純金流 純金流系統 所以它的手續費比較低 是3.9% 可是它的最低手續費是 三毛美金 所以 如果你是賣0.99%的話 其實它的手續費 搞不好還會比 Android Market貴這樣 好 然後 出來的成效是說 一開始收費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 會怕說有什麼Bug 什麼之類的嘛 收票就收便宜一點嘛 瞭解比較費用不安嘛 所以休息是收 一塊五美金 然後 後來就漲價到 兩塊九九這樣子 然後 值得注意是說 這個漲價前後的買戲 就是每天 可以賣幾套 這個幾乎沒有差別 漲價前漲價後 而且我是有先講說 現在是測價時間 然後一段時間會變成 價格 現在是半價 之後會變定價這樣子 可是 完全沒有差別 幾乎沒有差別 所以 我在想這個應該就是 代表說 其實一塊五是 太便宜了啦 對 人家可以接收更高的價格 那 你用 更低的價格 其實 沒有什麼很強的 招客效果 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一般都會想說 你售價降一定 你的銷售量會上升 一般都會這樣想 可是 這應該有一個底線 就是 你到一定的 一定程度之後 你再便宜 就不會再增加 客戶這個樣子 對 我看起來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 我要不要 三塊錢再漲一次 可是 我就覺得 沒有那個價格 所以算了啦 寫這種東西 就是自己要有辦法 自己覺得什麼樣子 我覺得是最蠢的 然後 這個系統在去前年 前年的五月到九月是全正題 因為當時 就是只有這個管道 然後 那個時候做放棄會競爭 主要是因為競爭者少 那個時候現在的 大家不知道 你們知道 Power Amp Android Microsoft 這邊有一個 Power Amp的軟體 然後它有一個 B Player 對 Power Amp是我 好我老實說 我覺得它做得很好 它現在音樂播放棄裡面 是第一名 那我覺得它實至榮歸這樣子 那當時沒有這麼強的競爭對手 也沒有什麼Win Amp 什麼Real Player什麼的 都沒有 就只有一個Mix-in而已 所以 當時在多媒體類別 有排到全十 最高有第二過 對 三十段是全勝起 這個樣子 然後可以競爭的話 換成了台幣 大概就是四萬到四萬六 因為這個等於沒有成本 所以 營收就等於競爭這樣子 會有手續費 但是台幣四萬多這樣子 可是每天要被換棄的Mail凡人 好 然後在十月的時候 收費金制 對Mark的收費金制進入台灣 可是呢 我之前資料亂填 因為我本來想拗公司 我們公司 剛才有美國帳戶這種東西 在裡面也算是個 還不算小的法人 可是最後 我們主管沒有幫我調到那個帳戶 所以我就 在checkout上面 在商人的帳戶裡面亂填資料 結果 最討厭的是那個 200 前年還大幾年 不是有那個 Android Developer Lab嗎 他們Google人過來嗎 Eric又來 另外一個Eric 那個Marki的老大 Eric有來嗎 然後他當時 我第一次問他為什麼 那個台灣 為什麼現在Marki的收費金 就是這麼牛步 他跟我說什麼 欸 因為 因為他們要 支援很多種地別 所以他們要出一件事情 好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他完全是在放屁 欸 對 那個 他們講的事情我覺得 大概都聽聽就好了 然後我後來又問另外一個人說 那個 你們現在 我現在填美國帳戶 或是日本帳戶什麼之類的 那如果以後 台灣開了 我特別改資料 他跟我說可以 好 結果不行 對 那有些人說話 在Google裡面的人說話 那是聽聽就好 聽聽就好 所以 我沒有辦法去改我Google Checkout的國家 所以就導致我本來的主帳戶的 就廢掉了 不能用了 所以 他們也知道我這個問題 很深的解決方法是說 欸 你可以開一個新的Google Account 開一個新的Google Checkout帳戶 然後我們就幫你把你的ATP全部 轉過去 對 就是把AV從舊的帳戶轉到新的帳戶 這樣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那我是不知道為什麼要搞那麼麻煩啊 一定是有什麼比海還深的人留在裡面嗎 會知道 好然後因為這個是認證程式 然後它是由Google 就是由Android Marketing來管理的嘛 所以就沒有換Key的麻煩這個問題 可是 欸我們都知道 那個使用者有兩個東西都不會看 一個叫說明書 一個叫APP說明 對 這東西使用者不會看的 所以呢 這個認證程式它的原理是 它裝在手機裡面 它就可以讓那個 植物的主程式的專業版工程打開這樣子 可是很多人都是下來之後 然後因為它只是一個放在那裡要認證用的嘛 所以它是沒有launcher的 它是不能被啟動的 所以就有人 還不少人寫信來 寫信來罵說 欸你這個東西怎麼不能打開啊 你這東西壞的啊之類的 然後看到什麼頭都很痛 我最後決定都回到一個 Read the application description這樣子 不想你家而已 我說那一定 我這樣回之後 有一個人回我 User's don't read its apt expression 我就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然後主要客群是 美國、日本 南韓的話就是那個Galaxy S 開始賣之後 它真的很賣 Galaxy S真的賣得很好 它尤其在韓國它賣了 賣數百萬次 應該都是真的嘛 我在想 它一支手機都衝上來 快要跟日本差不多這樣子 雖然其實日本也差不多啦 日本也是Xperia X10那一支 一直衝上來這樣子 這兩個國家的Android生態其實都蠻奇特的嘛 該這樣子 然後這三個國家占總營收的六成這樣子 然後 另外 因為我做那個使用者資料搜集 但是也關掉了啦 它有 我看那個分析資料說大陸 那邊也很多人在用 可是大陸是根本沒有開放收費機制的 現在也還沒開 然後我在收PayPal行的時候 我是看得到使用者的、國家的 裡面大陸大概只有三、四%左右 應該沒有5% 可是 我前天看了一下我那個分析料查 我的收費版用戶裡面 大概有40%是大陸來的 對 這個就是現實 沒錯 然後PayPal 雖然說AndroidMarket上面收費機上路了 可是 我PayPal這邊沒有關掉 因為 有一些 應該說有蠻多的吧 有蠻多裝置是沒有AndroidMarket的 對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國家 它還沒有辦法 除非其實還沒開 像什麼 我曾經有看到什麼 以色列啦 然後 印尼啊 之類的 越南 越南 對越南這類的 那這個就是開給他們用這樣子 那現在還有大概每個月 八千到一萬左右 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營收觀察 我做投影片的時候 自無放棄的總下載量是122萬次 然後 欸 這個122萬是其實 呃 怎麼講 自無放棄它本來是叫 Videoplayer嘛 它本來是有Videoplayer 那後來我加入 音樂無放棄的功能的時候 其實我PayPal這邊也換過一次 所以就等於另外一個ATP 它重新開始算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那一個Package 那個Package 在 某次 我 公司硬碟故障的 時候 那一個 認證 認證 KeyStore 就是負責現場用的KeyStore 它我沒有備份 不見了 所以 然後Google 不提供 任何 呃 去重新 拿回來這個KeyStore的方法 對 所以我 我有備份原始碼 所以我只好 就是再重新 重來一次這樣子 把人家下降都重來一次這樣子 所以 這樣子 就是等於 reset過兩次啦 reset過兩次就是122萬這樣 然後 當時上市的蜜月期的時候 它第一天 第一天 盡力是220美金 對 當時我第一天看到這個 就在 做新華物販有沒有 我想說 哇 1220塊美金 那就是一天是6000多台幣嘛 那6000多 對 6000多台幣嘛 6000多台幣嘛 那6000多台幣一個月乘以30 就是 18萬嘛 你看月入18萬對不對 那年收就已經 比如說100萬 200萬了嘛 就感覺超爽的對不對 結果第二天你看 欸 升130 大概80 70 60 然後最後45啊 52啊 63啊 42啊 這樣跳來跳去 就想說 果然事情是沒有這麼好的這樣子有沒有 所以就知道當老闆很厲害 對啊 對啊 所以我現在在網路上 會一直跟那些 不懂的老闆辛苦的人 站有沒有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這個我裡面沒寫 不過我順便講一下 那個最近啊 美國不是在印鈔票救國家嗎 美金一直跌啊 我沒有想過 我會以個人單位 感受到什麼叫慧損啊 哈哈哈哈哈哈 喔真的很可怕 美金疊一塊 我就 我就少賺超級仙台幣這樣 個人單位感受到慧損 真的很 很不可逼的時代 然後 另外我在11月的時候 對免費版 增加一些限制 就是說 其實就是加廣告啦 因為我覺得拔機能 是一個不是很好的做法 對 拔機能就是 你只會讓 使用的很怒 然後 你說 他因為錢被拔掉 然後來買專業房 我覺得 可能 不是那麼 有可能的樣子 所以就 放了廣告上去 然後 廣告放上去的當天 和一日 有 衝一下 大概到兩倍左右 128美金 95美金 可是 你只想兩天就沒了 意思就是說 我總覺得 就是你如果做了什麼 變化 就是兩種 一種就是會很延續的 一直有用的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一下子 時間過了就沒了 蜜月期刑了 那 上市是蜜月期刑的 你對 你增加一種限制 這種其實我覺得也 蠻 蠻偏蜜月期刑的 對 可是 這些購買 主要是來自日本啦 所以日本就是 寧可付錢也不想看廣告 大陸都是寧可看廣告 也不想付錢這樣 而且 當時我在加廣告的時候 之後 那個下載量之類的 其實也沒什麼變化 應該是 我在想應該是沒有太誇張的關係啦 當然這樣很誇張啦 就是說 我感受到 其實使用者的中整的程度 其實使用者都有一定的中整的程度 就是如果你想要很 取得最大利益的話 你可以去挑戰使用者的體現 這樣子 對 因為使用者其實還蠻健忘的 就是 你挑戰 你一直挑戰挑戰挑戰 然後你啊 踩過線了 再把腳縮回來 過了幾天 過了幾個月啊 大家都不記得了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這樣子 對 那如果 大家叫aggressive的話 可以上市的去踩踩開那個體現 那我是比較有那個力氣 就講這一次 好 然後 另外還有就是 增加能見度 這個就是 剛剛講的都是蜜月期的嘛 這個不是 這個是長時間有用的 因為entry market的APP描述 在前陣子改版的時候 就是改成現在這個界面的時候 它同時把本來 只有325個資源 改成3000個資源 所以在這裡只有325個資源 我完全不懂當時 做這個系統的人到底在想什麼 325個資源已經叫做不夠而已了 那根本是 就是你把 那個通知 和最最最最基本的東西寫了 就沒了 英文的話 差不多25個 corrector 然後又沒有辦法放 那個 它當時還沒有那個 recently change 就trange note的地方 當時也沒有 最近才有的 那不在想什麼 我當時都覺得 整個entry都很好 就覺得market最爛的 然後 我 有一天我 在公司嘛 就是 本業做完了 發呆 他還想說 這個APP 認真一點 重寫一份好了 寫大概三倍長的 結果 重寫之後 收益 很明顯 非常明顯的 上升30% 我有被嚇到 就是 本來都是平均四十幾 五十幾 就變成六十幾 這樣子 很可怕 所以 這個應該就是 很多人就是在market上面 他就是按search 然後來找他要的東西 所以 不是有時候會看到嗎 一些APP或網頁 就放很多search keyword的 在這個描述裡面 那個是有用的 那個真的有用 尤其是 如果你調到 你不喜歡 就是 應該會有很多人 就是他search過來 用了 他覺得不好用 反安裝這樣 或者是說他看了 不對這不是我要的啊 可能在卡面就說 這個很爛 這個騙人之類的 那又怎麼樣 他沒有對你特色的影響 有沒有 就是 你稍微 稍微 這個其實不能講無德啦 算比較 耍 用一點手段 然後 不要太在意那些東西的話 對 商業來講 都是有好處的 這樣子 就是 有東西可以採啦 有東西不能採啦 可以採的東西還蠻多的 可以試試看這樣子 好 然後 AdWords AdWords就是 買廣告嘛 這個一定是有用啦 我想一定是有用 可是 因為前陣子 Google他寄 一封廣告 一封信來說 你現在加入AdWords 我就送你多少 幾千塊的免費 免費 廣告名額 好所以我就照著那個 廣告上面去 去那個 步驟去做 結果我做了一半才發現 欸 一開始做錯了 所以應該要用某種特色的辦法註冊 結果用普通的註冊了 所以我就改用那個 他只是用辦法註冊了 他就跟我說 不好意思 你已經註冊過了 我們這個只給新用戶 的優惠 所以我一部車就不用了 對 那有誰用AdWords 有什麼感想的話 請Email到 請Email到 這個AdWords 這樣子 好 然後另外 節日之類的 欸 上市 剛好有過聖誕節 聖誕節是歐美最大的 節日嘛 然後日本過17年嘛 好 欸 完全沒有發生 什麼過年 買戲比較重的 完全沒有 在軟體上面完全沒有出現 欸 說這題 那個台灣農曆年也沒有 不要說沒有增加 我連節省都沒有 就好像沒有這回事一樣 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然後 不過每個週末 其實都會 下降一點 對 那可能就是 大家週末手機就放著 做別的事情吧 對 這個可能是蠻 合理的結果 再來 有可能是checkout payout的期次問題 因為我看到有payout的期次 它出來是每天說payout多少錢給我 可是它那個每天不是24小時 對 它那個是不一定的 它那個是不一定的 不過我想應該很單純啦 因為 週末 不拿手機 很合理嘛 應該很合理嘛 好 廣告 AdMob 現在主要都是AdMob跟Google AdSense 這兩個是Global的 然後Local的有很多這樣 那我本來其實是用AdMob 可是 我當時用的時候是放在 不是放在直播放器 放在別的另外一個 那個叫做什麼 cleaner 清理器 放在一個清理器上面 可是 它的廣告投放率很低 好像只有30幾帕 還40幾帕 低的很莫名其妙 廣告投放率就是說 顯示得出廣告的比率 就是說我很疼 打開 那個ATP 結果沒有廣告 對 那我就 沒有廣告的廣告 沒有任何用處嘛 那我就不理他了嘛 那我當然不會想要把它放在 那個直播裡面嘛 可是後來 欸 Google AdSense 它的中華圈這邊 欸 他們中華圈 總部 總部就在大陸啦 他們 現在開放了嗎 我不知道 還沒 還沒 那就是說 它還是邀請次的樣子 對 那他就是有看到 直播放器 然後他就說 你要不要就Google AdSense這樣子啊 好啊 他就放進去就這樣 然後 欸 結果一個問題是直播放器 當時設計的時候是 完全沒有想到放廣告 所以 欸 那個空間Layout 而且你知道嗎 Android的它很多 解析度嘛 很多種解析度 解析度本身不是問題 可是 每一種解析度的常觀比不一樣 常觀比都有差了 因為它會讓Layout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 設計下來很不好放廣告 尤其是影片播放是全螢幕很難放燈的嘛 一定很難放嘛 音樂播放那邊 我全部都塞滿了 然後我主畫面就是用Tab的 那 如果有廣告放進去 那就空間很小這樣子 所以我最後就只有在很少的地方 就是 設定頁面 還有就是在沒有Tab的地方 還有放廣告這樣 然後 加入廣告之後 這剛剛講的吧 沒有很明顯的變化 然後現在每天平均的廣告收入 大概是13美金 那 後來有變多 後來有變15美金的樣子 它這個是 很微幅的在上升這樣 這應該就是 單純的整個 全世界的連追使用者變多 那 就是我 就是使用者變多的 造成上升這樣 好 然後我另外有寫一個叫 Quick的東西 它是一個隨機播放音樂的小城市 然後它就是在主畫面 因為它只有一個畫面 然後它那個畫面就放廣告這樣子 然後 專業版就只有多一點點小功能 然後把廣告拿掉 這樣子是一塊美金 它製作的時間大概斷斷續續前後一個月 實際化的時間我估大概80個公時 80個小時這樣子 然後我在植物裡面有宣傳 code裡面有一份就是植物 直接翻過來用這樣 這個是所謂的code再利用 偶偶萬歲這樣 然後它是2009年6月上市 我寫這份投影片的時候 下載數是大概7萬7 在這個下載數的情況下 收入是每個月70美金 對廣告 然後因為它的專業版功能少 所以它主要的收入來源其實是廣告這樣子 每個月有52美金 52美金換成台幣就 11500左右 那這個公時和這個收入 算好還算壞 就請各位自己判斷這樣子 好大陸市場 大陸市場不要想賣專業版 我曾經的奉勸各位 你在大陸不要想賣專業版 大陸 大陸到版還是正常 正版還是不正常這樣子 對 可是大陸賣廣倒是可以的 如果有人去過圖豆王的話 那大陸知道圖豆王的廣告是怎麼樣放的 對 那個是他們的商業模式 我們要促進水俗 然後大陸 那為什麼你要經營那種地方 那種道版市場 因為大陸人真的很多 大陸 我們不要說什麼13億 14億人 那個都總人口沒有意義嘛 可是 但是光是使用人口 要有多多 我在免費10代的話 我在免費10代 支付免費10代 我有曾經在大陸第三方市集放過 一起放進去 那個時候大陸來的用戶佔全世界的20幾盤 全世界喔 比美國還多喔 所以 而且大陸現在 你知道嗎 這大陸還在那個發展期嗎 所以 那個大陸這邊真的是 市場很大 那問題是 你要怎麼從這個很大的市場裡面賺到錢 是一個問題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樣 然後他們有很多的第三方市集 好 一般來講 第三方市集 這我後面會講啦 不過 因為大陸它很多 阿里布達的應急廠 他就是把Android的SourceCode拿去 PO一PO就拿出來賣 就沒有去買Google的授權 這種人是都沒有AndroidMarket的 然後 就算有AndroidMarket的手機 也幾乎都會附一個 可能中國移動的 或者是說那個 硬體製造商的 自己的市集這樣子 都沒有非常多第三方市集 而且 我的觀察是喔 大陸的第三方市集的使用率是 比別的地方高很多 就是你要在第三方市集上面賣的話 在大陸是最有搞頭盒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有閒的話啦 你可以考慮把 一些東西 把你走上的城市加在廣告 然後丟在這些第三方市集上面 但是我也說了嘛 所謂第三方市集是很多 第三方市集的集合體起來很多嘛 所以 其實就是說你要發布的話 你要去一個一個在這些 欸第三方市集上面 發布發布發布 然後你更新的時候 列一個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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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嘛 其實很麻煩嘛 所以其實他們有代工的發布業者 他們抽三成廣告費 他們只收廣告費 他們不賣 他們不賣付費APP 他們只 就是說 邦尼幫免費APP 放在 各個第三方 大陸的第三方市場上面 然後 廣告費他們抽三成 給我們這樣子 然後他們還負責 一些體重文化 還有一些簡易的客服這樣子 然後 廣告業者 我在想應該 找大陸當地的 在這種情況下 因為他就是 指瞄準大陸市場嘛 那 Google ESS 我覺得應該會 應該不會比 他們當地的廣告商好這樣 我在想啦 好 然後 另外其他的第三方市場 好結論 沒有搞頭 不要壓 好 我的情況是這樣子 因為我的APP算有名 所以 第三方市場 大部分都是第三方市場 主動來聯絡 我說 好我們有這個APP 我們的APP很棒 你們 你要來我們的APP 我們的市集上面 來發個APP好不好啊 這樣 順在一起 我前陣子 就是 被一個人 想說 我知道某個第三方市集 我有管道 可以在某個第三方市集上面 發佈 發佈應用程式 所以我聽到 就立刻說 這個人 不要跟他教我比較好 這樣子 第三方市集真的很 真的我現在看到沒有 沒有好的第三方市集 沒有有搞頭的 一個都沒有 這第三方市集 APP 不算喔 它那個不算第三方市集 它那個算市集APP 第三方市集就是真的 你要從他們的伺服器上面 下載 他們放在他們的伺服器上面的APK 然後你要上傳啊更新啊 都是藉由他們的 就是另外一個Android Market這樣子 那通常他們的問題都是 一 他們的Web Console 通常都很爛 要不然很難用啦 要不然就是bug啦 要不然很lag啦 然後再來 大部分的區域性都很重 因為 你要做到痊癒的 你要是那種跨國大系才行嘛 那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是區域的 他們自己的國家裡面 或是頂多就是整個歐洲裡面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賣的那種全世界都會想用的APK 的話不適合 然後另外 越小的公司呢 手續越麻煩 對 什麼細約 先契約啦 什麼認證啦 什麼阿里不詐的 就是完全跑不掉 尤其是哈米 哈米 哈米 哈米他一開始要先契約 寄來寄去嘛 然後後來領行的時候 還要再 就是我已經存著 存著銀本都寄過去了 然後領行的時候還要再寄一次 還要再寄一次 什麼契約說什麼之類的 我真的覺得 喔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 好 可是他們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就是你寫進去問 對 都會有人回 對 他們都會有人回 Google support 好我們可以討論這種一個 靈力現場的比較正直感 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嘛 跟Google的會場都知道嘛 Google support 這種都市傳說對不對 就像這個樣子 對啊 那我突然講到 全正的不是有人說什麼 Facebook在台灣 不是有說什麼 停權 帳號停權之類的 沒有客服很糟糕嗎 哇 Google在美國都沒有客服了 Facebook在台灣沒有客服 有什麼了不起的 好 好 那我實際上用過的 HummyApps 通貨電信 來 1月經歷 新台幣997元整 16號 免費百下感8號 這種地方 你會想要發工具上去嗎 不會嘛對不對 好 可是我覺得 你如果寫台灣在地 LogoApp 就是比如說什麼公車資訊 火車時刻表 高鐵時刻表之類的話 那我覺得 有希望 因為這種東西 一它競爭不多 你要跟全世界貨物比 當然競爭不多嘛 然後 你 那就是你 不到AndroidMix上面 別的國家也不會採用下載 所以就是說 HummyApps的客群 就等於你的Apps 就等於你的同事的客群 那這種的話 我覺得 中華電信有它的優勢 就是 它有小額付費嘛 因為 不是每天都有信用卡 現在AndroidMix 一定要有信用卡給它買嘛 中華電信有它的優勢 這樣子 然後 這一千塊幾乎值那個工 就 就大家自己 大家自己想想看這樣子 然後 很龜毛啊 新台信用卡 好 不過之前它沒預稱 有一個就是說 你投ATT 就有三萬嘛 那我投三個 三個都上這樣子 對啊 趕快有投 你不要太誇張 你就會上 因為 我記得 我還有看到什麼 就是 一樣的城市 不同的content 分開買 也是一樣 都是 三個content 就要上三個APP 沒有 這個AndroidMix上面有很多 尤其是那種 Wallpaper有沒有 Wallpaper星期大戰 WallpaperMBA 然後從國內會喊誰王 那個 我以前最討厭就是 你上AndroidMarket 然後去那個 因為他們都是同一個人發出來的 同一個時間發出來的 所以他們都會提在一起 然後一整排的 啪 二三十個 都是一樣的東西 看起來就真的非常煩 然後Google也不管 糟糕 欸 Google是好像就把它分開了 不知道 好像有分開之類的 好 原來一次試題 他比哈密找出來 然後他在台灣是最早出現的 然後呢 他又來找我 然後呢 我註冊 加500塊 要準備上傳 404 再見 都在說什麼 我完全照正常的步驟來 他為我404 那個 這個 這個不是說 這個問題不是說那個404 這個問題是 這麼嚴重的BUG 他們居然沒有找到 沒有解決掉 然後就在招整進去 我覺得問題在這裡 問題在這個態度 那 他在初期做這個態度 他至少沒有 那個中華電視線 他雖然 Web Console不好用 會亂碼什麼之類的 可是至少他還不會404 對 那有遠傳這樣搞 我就讓一點心都沒有 所以我完全沒講理他 好 這個另外就是 台灣講完 德國 DDSSI 它Web Console 比哈密還爛 然後我寫信去Taklet 就跟我說 他們有十年的悠久歷史 對 他們從POM時代就開始做了 嗯 對 然後三個月合計起來 七次專業版下載 嗯 對 德國 德國沒有比台灣好 我們不要一直外國又讓教育 我說那一題 我之前還有一個美國的 什麼東西的樣子 結果我契約書 寄回去 它沒有回信 然後就沒有下文的這樣 所以 然後日本 日本這邊 Docomo R5 R5就是KTDI KTDI的AU R5 我有登錄 可是呢 他們的 所謂的自己的試題 其實是 就是連到Android Market 這樣子 他們其實就是Carrier配題這樣而已 然後我上次寫信去問說 有沒有什麼下載資料之類的 也都完全沒有 那我心中浮現一個疑問就是說 那我這個登機跟美登機 到底差別在哪裡 我問了 沒有人回答我 反正也沒有任何的cost 然後就不理他了這樣子 對 日本這邊 日本市場真的很奇妙 這個可能 有空整理一下 再來講 大概講吧 那Amazon Amazon現在也有要開App Store 他們那個算是綜合App Store 他們自己 除了Android以外 他們自己的 聽懂還是什麼嗎 之類的都有 可以放在上面這樣子 然後我是 我在寫投影片的時候 有準備要嘗試 然後我現在還沒有去嘗試 好 那Carrier來講 全世界的人都會享用成是客群最大 就是 很合理嘛 很直覺的嘛 可是 他的相對來講 競爭也最激烈 因為 你的母數是十倍 你的客群是十倍 你的競爭也是十倍的話 那 反而就是說 好的會更好 壞的會更壞 會比較更極端這樣子 所以 不一定 我們當然知道 客群越大越好 可是 這個平衡點 其實是要抓的 要抓到這個樣子 不然就是像說 像Task Manager就是 Task Manager 在Android Mac上面 我看只有100個吧 那100個裡面 最好的那一個 他賣得很好 其他的活得了嗎 我看這沒辦法 好 然後 廣告就是 廣告是真的可以賺錢的 因為 常常會看到 那些是什麼 PDT嘛 Mobile01嘛 有時候會看到說 那廣告我從來不會去點 那我放那個 怎麼可能賺得到錢 不 真的有人會去點 那真的有用 真的可以賺得到錢 然後 現在來看 就是廣告 然後再加專業版 這樣的模式 這是標準的模式 現在Android Mac上面 絕大部分的APP 就會走這個模式 它的效益最好 這樣子 而且費工最少 然後設計APP的時候 你要考慮廣告的空間 尤其是 你以廣告為主的話 那種使用者會盯著 螢幕換的APP啊 那種最有利啊 像是說 NewsRub那種 ReaderAPP啊 GoReader 你就是一直盯著看嘛 廣告就一直在下面嘛 一直換嘛 那種廣告效率就很高嘛 像音樂部放棄嘛 按了就離開嘛 關螢幕嘛 那廣告是幻覺嘛 對不對 對 這個要選 這個是就是說 如果兩個APP 你想做APP A跟B 然後其中一個 他們兩個競爭差不多 客群差不多 可是一個廣告 可以吸引住廣告的目 如果要另一個不行的話 請坐 有廣告那一個 對 那我今天的報告 大概這個樣子 這有什麼問題之類的嗎 你剛剛有提到 現在的免費來看 是不是一百多萬次 對 那每天 或七天那個 Reach大概幾次打開 Reach是什麼意思 每天 大概多少 會開啟對不對 喔 開啟喔 開啟的話 我得要查一下 我有做這個統計 可是 首先就是 不是每個人 都會把這個傳回來嘛 它就可以關掉了 每天多少 一萬次啦 我記得 我記得是 規模是幾萬次 沒有到十萬 幾萬次這樣子 現在是 就是所有 Action 加起來幾萬次 這樣 那其他問題嗎 後面 請問一下 你那個統計的方法 可以 喔 統計是用那個 Google Analytics 對 Google Analytics 欸 大家知道這什麼東西吧 Google關係 Google Analytics 它現在有 有放那個 它有支援Android的 跟IOS 的 SDK 那你就 去估一下 然後進它的網站 它會 呃 有放ADK的地方嘛 還有一些簡單的 真的很簡單 Document 一頁吧 我記得 可是就是 最扭改版 變兩頁了 對 對 那個很簡單 就是你把 它的票檔放進來 然後你在要check的時候 去call一下 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那很好用 那其他的 另外還有一個叫 Flurry Flurry F-L-U-R-R-Y 我本來是用Flurry 來做分析的 可是Flurry它有 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 資料不穩定 它的 我當時就是說 去 呃 用它之後 那個 得到的資料很奇怪 非常奇怪 那它的分析也不夠深入 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就 直接用Google 拿來提示這樣子 我比較推 我就推薦Google分析這樣 請問一下 你用Google分析的話 那它那個 它如果沒有網路的話 這樣找不到 那它會把那資料 丟掉 還是說它會 它會存在手機裡面 等到有網路 對對對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你這樣收到資料 有location 呃 有 有 location是那個 IP來的 這個 所以Google會利用那個IP 對 告訴你到哪一個國家 呃 它會進去到哪一個城市 像你在台北的話 它會把你 這座新電局 新電那裡是中華電信的 那個交換機 交換機 走交換機在哪裡 對然後 更精密的location 其實有 Flurry有提供 可是 我本來有放 可是我放了一天 就被那個 信仰就被災爆 說 你為什麼要 我們進去的巨界定位 所以就把它拿掉了 這樣子 我當時很慘喔 我放進去一天 那一天大概 兩三百個評論 有 八成是一顆星 對 對那個 這個就是不能踩的體驗 這個就是不能踩的體驗 請不要去踩 一些 哦 不過我後來放中國版的 就是沒有專業版 然後放了大量的廣告 就是 layout什麼不管它 反正就是廣告硬塞 然後 資訊搜尋是強制 對 然後我可以選全部給我看 對這樣子 對中國是另外一個市場 對這個沒有關係 對 有沒有問題 請問一下 你現在的廣告是 adcense 我會做SMA嗎 基本就在資 所以只有一張嗎 對 我沒有另外一張嗎 我剛才 有稍微記一下 你的adcense 現在目前是13塊多 對 那如果加上你的 付費的部分 你一天的收入 差不多 應該是13塊加上 剛才講好像 現在降大50左右 對50提 所以應該是 每個加起來是 60提 沒提 節性70 這樣子 還有沒有其他的 誤會 就是好像你還有一個 HAPPO 還有HAPPO 還有更部分加上去 然後還有HAMING 算起來現在差不多 七八十左右 現在一個月差不多 一個月差不多 兩千二美金 這樣子 全部加起來 韓規格 大概兩千二 對 對 對啊 我就常常會被說 那我現在賣這個 比 我現在裡面薪酬還多 那要不要自己出來 做什麼之類的 問題是這個 不能做多久啊 對不對 做工作很穩定嘛 可是賣這個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競爭掉啊 那時候 如果沒有新的 AV出來的話 都只在路邊了 我問一下 剛剛有 你剛剛職務的廣告收入 那個Random Player 我忘記那個名字 Random Player的廣告收入 那這兩個廣告收入 那這兩個廣告收入 對 為什麼會這樣 主要就是 首先我們看 那個開發的實驗也知道 他們規模差很多 Quick是一個真的很小的應用程式 然後 使用者也差很多 一個一百多萬 一個希望 對 其實 尤其那個 嗯 嗯 怎麼講 好的東西 還是比較 會比較多人用 這是一定的 你花多少成本 然後 你同一個人的話 你花多少成本 做出來的東西 其實 就跟他的品質 顧客的需求度 其實大概就是成正比 這樣子 對 不過 會差到 三四十倍 其實也蠻出我意料的 是 Quick他的收入太少了 以我看來 不是 你那是那個Vincent拍的廣告 收入比較多 哦 哦 你是那個Vincent拍的 是一個月 對 52塊啊 那你值五才18塊 這是一個月52塊 對對對 值五是一天十八塊 所以這是一天十五塊 那還有別的問題 你在大陸是世界經驗嗎 你是 克制新的App 然後請他們幫忙幫忙 幫忙 對 不過我是過年前才做的 所以我現在還不知道成功過 你問是哪個世紀嗎 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是找代工的 所以 你在叫什麼 想做工作室 大陸有三大 三大 那個 應該都會幫 呃 天龍是不是 天龍 然後 NMarket NMarket 還有中理自己 還有中理就是 中理算嗎 還有一個 那因為我說真的 我不太想去研究 那個龍蛇混搭的市場 這種東西找 agent比較最快 可是NMarket 你的盜版本就在上面 我怕你 對啊 我跟你講也是啊 不然哪來40%的中國用戶呢 中專一般用戶 對啊 我就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 因為說真的盜版 防不住嘛 它那個要破一支 會破的你 請問一下 你可以去detail它的locate 如果是大陸的話 你就跑個廣告 對 呃 就是同一個版本 但是每個龍蛇已經打開 我有想過做這件事 可是 然後用專業版 所以他們就會轉過去 對 我有想過做這件事 不過我 我後來決定是說 與其這樣做 因為這樣會影響到 其他地方的使用者 專一般使用者 對 程式上一個 沒做好的話 就會影響到 會誤判 對 會誤判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的 做法是 我想法是說 用免費版 就大量的免費版 去壓過去 這樣子 就是 那總有 就是等於算良的市場 因為 所以它會盜版專業版 喔 就是沒有專業 就是讓那個 一般的使用者 因為大陸很多 因為 不要說大陸來先生都一樣 那個使用者 他會找 離他最方便的 東西難用 那我就是 讓廣告版的 更方便 對 這樣 我們不要去把盜版殺光 因為這是做到的 可是我們去減少 盜版的量 對 用別的辦法去充 去充當它這樣 對我覺得這個策略 可能 我試試看 但成不成功 就要 再看時間 驗證這樣子 老師 我問一個問題 大陸那個第三方的 就我所知 是他們 如果你有放廣告的話 他們基本上 是會去 hack 你的 Java 然後 把廣告拔掉 是 那關於這種 這種手錄 他們這種 hack 的方式 你有什麼樣的 應對方案嗎 嗯 說真的 如果被這樣搞的話 我應該會 就當 就當那裡是一個大空洞 這樣子 因為 再怎麼都賺不到 再怎麼樣都賺到我的錢 還一直想要去賺它 我覺得是滿空虛的行為這樣 那就認了啦 就認輸了啦 你剛說代工是你把APK打給我們 他們幫你上下 那說明 也要給他說明多少 給他一個說明 然後他送到每一個 跟他自己的 對 他就是幫我們提上去 提上去這樣 那你剛說他會幫你 抽30%的廣告費 是要用他的廣告SDK嗎 嗯 對 他是用大陸本地的廣告 然後廣告那個就是 廣告的帳戶是他控制的 所以是他收到錢之後 再把錢匯過來這樣 他會有什麼黑帳的問題 不知道 有可能 我無法鎖定 我無法鎖定 也說不定他翻臉不認可 耶 錢都我的 也是有可能 應該講是必有 不過 說實在話 這種東西 任何電腦發市集都會出現 然後 就是信用問題 對啊 其實Android Market也是 就是大信用Google說 認為信任他會把錢給你 所以就知道 大陸什麼都是假的 只有騙子之陣 不知道 現在 現在 我剛上旁邊還有一個 應該說就看你想不想去大陸最快 對啦 就是 要小心不要對自己產生什麼 就是 要小心說被騙的情況下 不要造成很大的傷害 對 那 心態就是說 這個 很有可能就是 直接整個被爆走 也沒關係的東西 再續這樣子 如果你是你心肝寶貝的話 真的小心點比較好 大陸嘛對不對 大陸知道 很可怕 那像在Android Market上 會想要用他的license check 我有用嗎 我有用 對 可是因為我有那個 PayPal的 我用PayPal的那個 認證平址 所以不能全部 我的認證程式有用 LBL 可是 他想必是被破掉了吧 對啊 那個不難破啊 LBL的破 一般現在有自動化破解 還可以自動化破解 你只要PayPal給他就破解 因為他人就PayPal 啊 對對對 就是怎麼摳 那摳法怎麼固定的 所以你第一個不要操神摳摳 要不然就被自動化破解 好吧 那 那 那 我上去Quick的話 大概四塊 一天四塊人民幣 四塊人民幣左右 廣告收入啦 那植物我還沒有收到 那可能下個月才知道 這樣子 好 那 今天是那個 Romless 精彩的聯講 那 那個 今天剩下的時間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那 如果需要交換明天的話也可以 那 這邊其實還有好幾個 那個Android Market上的萬元圖 就是每個月有賺到一萬塊美金的 那 大家可以去換換明天 趕快就要找得到 好 那 謝謝 謝謝獎者 然後謝謝大家 還有謝謝那個 那個 謝謝那個 幫我拍攝 那 好 大家請用 熱烈的掌聲 謝謝獎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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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